你看到造主罪业的人 非常可怜 无知 没人教他 你会生怜悯心 同情心 你不会厌恶他 由于他肯听 你会教他 他不肯听 我们念佛回向了 这都是经理了 念佛回向有用 他将来是 真的回头了 他就知道 他不回头 现在还感觉不到 回头之后 他感觉到 你是那么长的时间 都在关怀着他 我们的关怀 也不需要他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信德 自信本来如是 仆慧真摄之力 真摄当中的真实 给诸位说 就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绝对真实 无量寿经 字字句句 展开来 摄放三世 一切祝福 修行正果 红发绿身 通通都包括 在其中 一发不露啊 那这个黎明 有得度的真实 妙法 持人 持明念佛 大恩大德 这是阿弥陀佛的 我们学阿弥陀佛 就得学这四样东西 大恩大德 大愿大利 我们能真正发心 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 对待一切众生 不识恩德 怎么不识呢 尊重他 这是第一个 敬爱他 关怀他 照顾他 帮助他 这是恩 把大乘佛法 介绍给他 教导他 这是大德了 我们关心 尊重关心 关怀照顾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远远都是 关怀照顾一切众生 全心全力 把这一段事情做好 从哪里做起 从自己心上做起 从自己院上做起 从自己日常生活工作 除世代人 这方方面面面做起 这就是杜生的大用啊 自己认真修 认真修 然后你读这个经论 你体会就不一样了 你是阿弥陀佛的心 你才能体会到 阿弥陀佛这个经的真实意 你不是阿弥陀佛的心 那你体会是你自己的妄想 你体会不到真实意 真实意的受用无穷 发习无量 能于开头地狱 学而实习之 不以悦 学是向佛菩萨 向圣贤人学习 学了之后 最重要是习 习是落实 落实在心地上 把我们的思维 心态改正过来了 在以前 我们的思维心态 都是为自私自利 都是追逐 没问了呀 错了 佛菩萨把这些东西放下的干干净净 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 没这些东西 自信清净心里的有点 我们要把它发掘出来 发扬广大 实现是自信清净心里 本来具足的 能力道德 本来具足的 英国的理论与事实 也是本来具足的 真正能落实 那是无比的快乐 这快乐不是外头刺激 这快乐是你从自信里流露出来的 要发息 要发息充满 长生欢喜 你那些忧悲苦恼 要妄想执着 又扫而空 什么是扫把呢 那么阿弥陀佛 这一句就是扫把 扫得干干净净净 恢复你的 清净平等性 恢复你的慈悲心 自然再不怨恨人了 再不讨厌人了 你看到造主罪业的人 非常可怜 无知 没人教他了 你会生怜悯心 同情心 你不会厌恶他 那由于他肯听 你会教他 他不肯听 我们念佛回向了他 这都是经的理论 念佛回向有用啊 他将来是真的回头了 他就知道了 他不回头 现在还感觉不到 回头之后 他感觉到 你是那么长的时间 都在关怀着他 那我们的关怀 也不需要他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信德 自信本来如是 微妙难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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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